亲爱的朋友们,现在我们一起来到了本次旅程的终点站。 我建议您花一些时间漫步在政府大厦的台阶上, 在回想刚刚经历的历史事件的同时, 感受一下这座建筑的宏伟博大。 在惊叹与气势恢宏的建筑结构时, 可以转身看看大厦前方的大槽场。 这里曾经是冰水区域, 远方而来的船,只在靠近陆地前, 首个映入眼帘的就是这座标志性建筑。 政府大厦在1925年, 首先由SD没到规划设计, 后来亚历山大高登也参与其中。 这座建筑的外立面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 全长约112米, 是当时新加坡最长的建筑物。 建筑的两侧,排列着18根完全由钢筋混凝土焦筑而成的 科林斯世代凹槽原柱。 建筑的原柱和花岗岩石器面, 都是意大利建筑师和雕塑家卡瓦列·鲁多夫·诺里的杰作。 所有参与设计与建造的人员, 都将新古典主义和现代主义风格完美融入到了这座建筑之中。 这座建筑见证了新加坡的历史, 从充满希望的殖民时期, 到艰苦卓绝的战争与日本占领时期。 政府大厦先是作为防空掩体, 后来又成为战争英雄举行葬礼之所。 在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 自由、独立的呐喊声不断在这个空间内回荡, 并就此诞生了一个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国家。 您现在肯定已经知道了我最美好的回忆是什么。 在我介绍的所有日期中, 我希望您能记住1959年12月3日。 这是我最喜爱的一天, 因为在这一天, 我们的首位国家元首正式宣布了新加坡的自治邦的邦旗, 邦格与邦辉。 在那一天, 我内心充满了骄傲, 眼睛里也充满了喜悦的泪水。 我国发展历程中的重大转折点, 几乎都与这里有关。 政府大厦多年来, 一直是政府部门做出重要决策的场所, 而我甚至在这里亲身经历过多次重要的国际活动,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这是我们国家进步的象征。 从2015年起, 这里与新加坡的旧高等法院 一同被改建为新加坡美术馆, 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就此停止创造历史。 伴我走完这个旅程, 表明您也尽一己之力 来帮助我们继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 感谢您参观政府大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